我們今天做的事情到底做得夠不夠呢 第二就是有關法治的問題 林鄭問我們 五大訴求 調查我就不調查了 下台我就不下台了 她就反問我們 在這麼多次的反送中運動裏面 被拘捕的人 你叫我不要拘捕他 或者你叫我不要檢控他 或者要放了他可以不可以 當然可以 如果整件事是查得一清二楚的 就是說反送中惡法這個運動 是因為林鄭月娥和共產黨 把我們香港人的 免於恐懼的自由拿走 我們是群起反對他 是無差別地反對他 是不是 是不是無差別地反對他 是不是 如果不是讓我二百萬人上街 喂 如果你一查清楚 是林鄭月娥搞出來的 林鄭月娥在一百萬人上街之後 隔了一個小時就說我繼續去 然後才包圍立法會 對不對 才有612 然後到616 200萬人上街 他都說 The bill is dead 喂 他不是靠徒來的嗎 The bill is dead 不夠啊 The bill should go to hell 因為你死去天堂 因為地獄 是不同的 對不對 它是原罪來的 你那個送中惡法 是完全錯了 他說就是 哦 我初心不變解釋不足 他說 你初心錯了 你才不敢解釋 就是等於 如果你打算殺我 你會不會說怎樣殺我 你會不會解釋給我聽 你會殺我 怎樣死法 不會啊 所以整件事 關鍵就是什麼 為什麼會放人 為什麼 不對那些 被捕的意識檢控 完全的說法就是 也是不可以說的 是因為法治已經沒有了 在那時候 一開始已經沒有 那麼我們 為了反抗一個 不是我們選的政府 去對我們做一些 拿了我們 最基本權利的東西 我們的抗爭 是不是完全是正義的 是 那麼完全是正義的時候 然後 有罪的是誰 有罪的是誰 有罪的當然是政府 是不是 有罪的政府 是不是政府應該下台 如果 我們再問一句 為什麼一個有罪的政府 可以在台上 是不是要改這個制度 所以很簡單 如果林鄭月娥 問我們 如果我們講法治 為什麼 不去 檢控 那些被拘捕的人 我答他的答案 就是因為他整個統治 是不義和非法的 而實際上面 在香港的法律裡面 都有這樣的條例 這個 律政司司長可以 以重大的公眾利益 不檢控任何人 特首可以特赦任何人 那我想問 我們未必特赦他 我們未必不檢控他 但是他是 有百分之四百的理由 百分之一千的 這個措施和法律的根據 是 將 反對送中 惡法的 義士 放了他 這個是完全可以的 問題就是什麼呢 那個問題就是 我們的力量未夠嗎 那今天 是第一次的 三霸 我不知道 除了 我們去 在罷工的期間 做的 這個抗爭之外 有多少人罷工 不過我可以說 沒有一次罷工 是一罷就罷到的 其實 今天 我們做的事 只不過是一個 墊腳石 就是說 為將來 更加大的 不合作運動 是做一個 墊腳石 其實 大家看到很多 義士 勇士 去阻礙 隧道 阻礙 地鐵 我們也問一個問題 如果地鐵 司機不開工 巴士司機不開工 根本 這個社會一定停 就等於 如果電力工人 罷工 這裡不會那麼乾 一樣 所以 我們的策略 就是要更多的人 是自願地加入這個 罷工的行列 我們的策略 就是 由現在開始 去到 8月31日 我不知道大家記不記得 8月31日是甚麼 記不記得 不記得 831的五周年 831的五周年 我們要令到 香港 是停止轉動 這個就是我們的目標 至於各位 有甚麼想到的好處 不交稅 或者不消費 可以做 很多人跟我說 前線的年輕人犧牲太多了 你長毛這麼老 有甚麼好做呢 其實只有兩樣 一樣 就是我們跟 我們說 前線的年輕人 犧牲太多的人 一起去前線打 這個就是 其中一個方法 如果不是的時候 只有一件事 就是我們的抗爭 除了 在這個 爭取我們的示威權的時候 和警方 去對抗之外 一定是要令到 更多的人 加入我們的陣營 意思是甚麼 就是說 我們終於會 有一天 是會令到 香港停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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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經告訴 所有的人 聽 我們是做得到的 我們是有機會令到 騎在我們頭上的人 踏在地上的 所以 我希望 我希望 各位 在未來的 一個月裏面 能夠 用 不合作的運動 是令到 林鄭 和她背後的人 感覺到 她再找多六萬個警察 都是不能夠鎮壓我們的 原因是甚麼呢 如果我們在一條路那裏 她會說我們是左路 如果我們不開工 我們不上班 不消費 不交稅 去大陸銀行擠提 她怎麼抓我們呢 她找不找到你家在哪裏 找不到的嘛 不可以去你家 問你起床開工的 不可以 去你家 問你起床去消費的 所以我希望 大家 是會 用多些的時間 是去將 不合作運動這個觀念 和實行的方法 令到更多人明白 令到更多人知道 抵抗一個暴政 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跟她合作 很多人說成功過沒有 成功過的 這個 印度 阿爾及利亞 波蘭都成功過的 當然 在過程裏面 我們為了 去貫徹我們的不合作運動 是會用武力 去阻止那些人 破壞我們的不合作運動 但我要跟大家說 一個不合作的運動 基本上是會和平的 如果用武力鎮壓我們大部分人 不合作的話 這個政府一定倒台 所以我在這裡 答這個問題 就是說 你今天還做什麼 就是要我們全體的人 包括前線的二次 所謂後方 希望大家都明白到 我們在武力不對等 法治不對等 的情況之下 我們最大的力量 就是我們 的團結和我們 在這個社會裏面 必不可少的功能 只要我們一功能發揮的話 所有的人 連 升降機都不能搭 連水都不能喝 他還有什麼能力 去追究我們 還有什麼能力 去贏我們 還有什麼能力 去管治這個社會 所以我希望 我知道大家可能覺得 咦 好像唱反調 不是 大家真的要想一想 唯一 能夠令到 我們的姊妹兄弟 減少 被 警黑 官相 去打的 去打的 就是這個方法 唯一 能夠令到他們 沒有辦法 用他們不對等的武力 不對等的法治 贏我們 也是這個方法 我希望大家 能夠 在未來 為這個 更加規模大 更加多人參與 更加持續的 不合作運動 一起努力 多謝大家 謝謝